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晚上我点了一个外卖 真是首欠点了一个外卖 这个外卖真的是不干净 吃完这个外卖之后 我就连续的复写 所以说我奉献大家尽量还不要点外卖 不要去在外面吃饭 尽量的去要么去食堂 要么去自己做饭 既然说到自己做饭的话 我就介绍一个电饭宝 有的人看到这觉得很惊讶 说你这个主题难道变了吗 你不是说经常分享一些3C数码类的产品吗 今天怎么又说起做饭的东西了 是这样的 我本来录vlog这个视频 其实就是想更多的分享自己生活相关的一些东西 它不限种类的 所以说今天分享一个新买的一个电饭宝也不算是意外吧 我们看常见的一些电饭宝其实都很复杂 你买了一个那个电饭宝之后呢 你会发现上面的面板上充满了各种按钮 就是看起来就是高大上的样子 但是又太复杂了 给人的感觉就是第一次用 还要看说明书 所以我觉得传统的一些电饭宝真的是有点复杂 不太符合就是人的那种认知 我喜欢的一些产品还是越简单越好 就是你拿了这东西就能上手 我今天分享这个电饭宝呢 就两个按钮 要么你煮粥 要么你煮饭 也没有什么什么预约啊 其他一些功能 但是又不是说很劣质的一些东西 今天呢主要是开个箱 做一个有仪式感的东西 至于好不好呢 我后面会做一些使用效果的一个感受 OK 那现在就把它开箱 就是这个 绣玲珑豪华多功能自动电饭宝 听我的这个语气特别像电视购物的对吧 对 其实人家没给我一分钱 我就是简单的做一个开箱 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开箱的 不一定是电子产品 你觉得呢 看一看 里面 其实美帝的东西我已经买了很多了 没想到开箱有精细 还有一个 真是让人疯狂 还是这把刀比较锋利 不会告诉我里面还有 OK 终于到里面了 一个说明书 没什么用 泡沫用 OK 一个电源线 揭开你的 灯灯灯灯灯 终于现身了 就是这个 非常小巧 怎么样 只有两个按钮 够简单吧 看它怎么用呢 这一个按钮 非常好 果然够秀真 这边够两个人吃饭也就差不多了 据说可以成五味米饭 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凉杯 So easy 太简单了 我看到这个盖 这个盖上面有一个文字 向外拉可拆下清洗 也就是说这个盖呢 其实可以拆卸的 刚才我已经拆过一次了 再给大家演示一点 OK 这个盖是可以拆下清洗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不错的 比较方便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去煮粥了 OK Action 就这样就烤了 等待吧 OK 终于弄好 今天的日子 只能十周了 今天的日子只能十周了 作字幕下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